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总体的尺寸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包括你看到机器盖上的两个灯也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动力上肯定是有变化的 其实这些年啊 奔驰也是一直在做减排的这个动作 奔驰大G为例之前的八缸 然后到后来出了2.0T的四缸 到现在直接电动化了 OK 一起来看一下这台车 到侧面 轮圈是一个封闭式的样式 这个轮圈也是一种双拼色的样式 你看到后视镜的盖上有一个圆圆的灯 它就是个灯 它没有其他的功能 OK 那接下来再来聊一下这台车的动力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这台车是有四个电机的 但是目前它具体的功率参数 我们都是未知的 包括它的电池也都是未知的 但是我们大胆的来猜测一下 我估计这台车它大概率会上一个90到100千瓦时的一个电池 一定是不小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续航可能也不会说高于500公里以上 大概就是400到500的这个区间 我们都是做的猜测啊 然后上面的行李架 你会看到在行李架的前方有一排射灯 但这个射灯实际上在中国的法规当中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可能量产版的车型会不会加这个射灯 不一定了 OK 后面 其实我特别想试一下 就是它现在这个关门的声音 还是那种子弹上膛的声音吗 可是我没有机会了 来到车尾 之前放备胎的这个位置用了一个小书包 这个里面应该是没有备胎的 打开之后是一个熟悟的地板 好 我现在能看到的大概就是这些 至于内饰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的 其实这辆车现在依然是一个概念车的状态 但预计我觉得这台车在外观上 已经非常非常接近量产车了 除非说这台车出来之后 用户消费者对它有极大的意见 我觉得也不太会了 所以这台车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接近量产版的车型了 但内饰目前还不确定 OK 那就是这样 拜拜